朱长循为太子 没有想到满朝的文武大臣几乎是人人反对 皇后贤良淑德 太子规规矩矩 没有犯任何的过错 怎么能够随便言费力之势呢 万历皇帝跟大臣们争来斗去吧 好些年 闹得几乎是天翻地覆 最后还是大臣这边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这件事情让任性的万历皇帝深受刺激 老子堂堂一国之军 想换过皇后和太子 结果一二都做不了住 行 你们厉害 也躺平还不成吗 从此 这位皇帝开始了长达28年的罢工生涯 不上朝不理国事 在敛财和酒色之事当中度过了后半辈子 万历皇帝死后 太子朱长洛继位 那位郑贵妃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他不但被打入冷宫 还背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 尽管万历皇帝